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第34课 可惜,可怜 那在这一课里呢,我们会学习17个生词 那这17个生词,它们都是形容词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紧张 紧张 紧张的感觉 紧张的感觉 紧张的样子 紧张的样子 时间很紧张 时间很紧张 比赛再紧张地进行 比赛再紧张地进行 第一次站在这么多观众面前 他还是有点紧张 第一次站在这么多观众面前 他还是有点紧张 好,下一个 吃惊 吃惊 让人吃惊 让人吃惊 张大夫很吃惊 张大夫很吃惊 他猜对了 我们很吃惊 他猜对了 我们很吃惊 他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 这让我们非常吃惊 他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 这让我们非常吃惊 下一个 可惜 可惜 浪费了很可惜 浪费了很可惜 现在放弃太可惜 现在放弃太可惜 可惜输了 可惜输了 这次网球比赛的结果 让大家觉得很可惜 下一个 可怜 可怜 可怜的母亲 可怜的母亲 不值得可怜 不值得可怜 可怜的样子 可怜的样子 虽然他很可怜 但他并不希望你可怜他 虽然他很可怜 但他并不希望你可怜他 无聊 无聊 无聊的生活 无聊的生活 无聊的杂志 无聊的杂志 无聊的日记 无聊的日记 无聊的报道 无聊的报道 你看 无聊的广告又开始了 你看 无聊的广告又开始了 好 下一个 马虎 马虎 马虎的房东 马虎的房东 不允许马虎 不允许马虎 请原谅我的马虎 请原谅我的马虎 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认真 仔细 不能太马虎 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认真 仔细 不能太马虎 好 下一个 粗心 粗心 粗心的错误 粗心的错误 粗心的售货源 粗心的售货源 又粗心的把钥匙丢了 又粗心的把钥匙丢了 出现这种错误 出现这种错误以后 我再也不敢粗心大意了 出现这种错误以后 我再也不敢粗心大意了 好 下一个 难受 难受 咳嗽让他难受 咳嗽让他难受 心情很难受 心情很难受 失败让人难受 失败让人难受 听到他说这样的话 我心里很难受 听到他说这样的话 我心里很难受 伤心 伤心 哭得很伤心 哭得很伤心 他伤心的原因 他伤心的原因 让人伤心的消息 让人伤心的消息 遇到伤心事 哭出来 心里会舒服一点 遇到伤心事 哭出来 心里会舒服一点 抱歉 抱歉 真抱歉 真抱歉 为什么感到抱歉 为什么感到抱歉 抱歉来晚了 抱歉来晚了 不用觉得抱歉 不是你的错 不用觉得抱歉 不是你的错 好 下一个 骄傲 骄傲 为你的成功感到骄傲 为你的成功感到骄傲 值得我们骄傲 值得我们骄傲 太骄傲是缺点 太骄傲是缺点 当你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得意时 应该想到有很多人比你更优秀 所以千万不要骄傲 好 下一个 辛苦 辛苦 辛苦的修理了一上午 辛苦的修理了一上午 经常出差很辛苦 经常出差很辛苦 做自己喜欢的事 再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 做自己喜欢的事 再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 好 下一个 讨厌 讨厌 讨厌出差 讨厌出差 讨厌浪费 讨厌浪费 让人讨厌的味道 让人讨厌的味道 这位有名的钢琴家 最讨厌的是 在弹钢琴的时候 有人打扰 这位有名的钢琴家 最讨厌的是 在弹钢琴的时候 有人打扰 下一个 后悔 后悔 后悔拒绝了他 后悔拒绝了他 付款后又后悔了 付款后又后悔了 后悔当时的选择 后悔当时的选择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好了下一个 羡慕 羡慕成功的人 羡慕成功的人 羡慕他人 羡慕他人 不值得羡慕 不值得羡慕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不用羡慕他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不用羡慕他人 好下一个 最后一个 怀疑 怀疑 受到怀疑 受到怀疑 怀疑他的管理能力 怀疑他的管理能力 怕人怀疑 怕人怀疑 引起怀疑 引起怀疑 在失败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怀疑 自己的选择 在失败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怀疑 自己的选择 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这一刻 我们学到的 都是很多 不太乐观的词 我希望你不要受到影响 好了 那我们这一个课 就学完了 下一次课 我们再见吧 再见